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76年罗大佑接到了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是电影《闪亮的日子》的副导演 让他帮忙写电影插曲 但用于不用还要是后再说 尽管这只是一个不确定的邀约 但罗大佑还是投入全部精力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精心地把词曲打磨好 当罗大佑战战兢兢地交作业时 导演一了一声说 比我想象中的好业 最终他的闪亮的日子神话歌全被选中 这次的经历不仅让罗大佑一只脚跨入了音乐圈 还让他认识了影片的女主角张爱佳 当时的二人 一个是医学院读书的学生 一个是19岁就开始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女明星 纵然有缘相遇也无心相守 罗大佑继续他的校园爱情 张爱佳则在不久后 认识了一个大他16岁的二婚男人 并不顾父母反对和他结了婚 罗大佑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 是和他同校读书的护理系女生夏智人 由青涩懵懂到出场爱国 再到风情云淡一别两宽 两个人走过了七年的校园时光 最后只留下光阴的故事 最终罗大佑一曲练曲1980 想初恋作别 1980年罗大佑大学毕业 按照父母的规划 穿上白大褂在台北一家医院的放射科 当起了实习医生 虽然他的工作定了下来 但是他的心却抑直 在当医生还是做音乐之间纠结 纠结了好一阵子之后 罗大佑终于下定决心辞职做音乐 随后他便当起了音乐制作人 为张爱佳打造了专辑童年 寂静接触张爱佳为罗大佑的音乐才华 甚深折服 尽管自己亦为人妻 但依旧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罗大佑对张爱佳同样的动心 不仅把自己创作多年进行打造的童年送给他 还专心为他创作的是否小妹 他疼惜他幼年丧父 想为他抹去眼中的灰尘 他意不顾他已经结婚 想抛开留言拥有他笑看人间的无聊是非 只可惜到头来却是 情到深处人孤独 他爱张爱佳却痴迷音乐 当张爱佳发现自己在罗大佑那里 没有音乐重要时 于是这个半点都不肯将就的女人 果断选择了放手 多年后两个人都功称名就 人们纷纷好奇 为什么最早发现金子的张爱佳 却把他扔了 张爱佳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一起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爱情 可到了一定的时间 他的思维就开始转移到别的地方 事实上罗大佑不仅对女人如此 对这个世界除了音乐以外的其他事物 亦是如此 他是个多情的人 但不是个专情的人 罗大佑与张爱佳之间的感情 虽然短命 但却给罗大佑的音乐创作 带来了不少灵感 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 是罗大佑创作热情最高的一个时间段 他不仅帮张爱佳制作了音乐专辑通言 还打造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直呼哲也 因为当时台湾的唱片技术 达不到罗大佑想要的音乐和质感 于是他便为拖日记好友 将自己的作品连头曲目 带到大阪 由当地的乐手编曲演奏之后 再寄回台湾配唱 由于没有经纪公司跑 罗大佑整张唱片的制作费用 全是他自掏腰包 一向主张他学医的父亲 为了儿子的梦想 慷慨地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赞助了儿子大部分费用 尽管这张专辑凝脆了 罗大佑年轻时期 所有的悸动于财思 但当他捧着母带 去找唱片公司发行的时候 却碰了不少钉子 没有人愿意为这个长得不帅 没有名气 身影又粗又雅 要自还不清楚的男人 发行唱片 多次碰壁之后 罗大佑终于找到了伯乐 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滚石唱片 听过他的母带后 决定冒险仪式 结果唱片一经发行 并轰动台湾乐坛 人们第一次发现 流行音乐还可以这样做 不局限于个人的小情小爱 而是上升到社会问题 国家变迁 歌词里强烈的人魂关怀 瞬间引起了坊间的深度共鸣 人们甚至视罗大佑 为社会的良心 随后他又先后发行了 未来的主人翁 加两张专辑 就台湾的时局而言 他创作的音乐太过敏感 因此有一半以上的歌 被禁止发行 结果却适得其反 激起了民众的购买欲 让罗大佑成了音乐英雄 然而胳膊是肉拗不过大腿 1984年岁末 罗大佑举办了最后一个 与你互相取暖的夜晚演唱会 与歌迷作别 随后他便飞去纽约 1985年 罗大佑因张爱佳的邀请 创作了明天会更好 最终这首歌 由台湾60位语人 共同演唱 呼吁台湾更好的未来 正是在这场大合唱中 张爱佳便结识了李宗盛 当时的李宗盛 初出茅庐 还是乐坛的小李 发现他的才华后 张爱佳对他大力提携 并邀请他为自己打造了 专辑《盲与盲》 而且两个人还发展出了 一段一时一有的暧昧关系 总而言之 他又为乐坛发现了一位 名震四海的音乐才子 创作完明天会更好 罗大佑将事业轴心转移到香港 并创作了《东方蜘蛛》 《海上花》等歌曲 几年后 罗大佑飞往香港定居 在那里他组建了自己的 录音制作公司 主要创作电影音乐 后来他还创建了音乐工厂 按他的话来说 是作者一宗历史与未来之间 最大的买卖 在香港 罗大佑遇到了生命中的 第三个女人李烈 事实上 两个人20岁左右就已经相识 阔别十余年又在香港重逢 这对老友 很快就发展成了新情人 以此为灵感 罗大佑创作了《恋曲1990》 后来这首《恋曲1990》 被用作电影《阿郎的故事》 国语版的主题曲《风靡大陆》 罗大佑迎来了 个人音乐事业的巅峰时期 而此时的李烈 却处于人生的低谷 他大学时修的新闻专业 想要成为一名记者 谁料 因缘忌讳之下 他参演了电影《笑诚故事》 踏进影视圈 此后他参演了《天长地久》 上错天堂头错胎 《一见没》等影视剧 成为了一代育女 23岁那年 李烈在拍摄电影《海滩》的一天时 遇见了一个跟他父亲很像的男人 毛学伟 两个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最终他不顾母亲反对 舍下育女头衔 嫁给这个刚从国外返台 没有稳定收入的男人 婚后他们在台北租了间房子 日常开销 全靠李烈的集许 很快这段感情就有开始的 右倾迎水宝 变成了贫贱夫妻 百事哀 两年后二人正式离婚 离婚后李烈复出 31岁那年李烈突然想要创业 于是和朋友投资1000多万 在大连开了家 成衣工厂 还在北京 上海 南京等地开了分店 服装生意一做 就是六年 这六年里 她经常坐飞机到处跑 过着一口皮箱 一个家的漂泊生活 然而有些时候 付出与收获并不成正比 尽管李烈投入了很多的 时间和心血 到头来生意还是垮了 于是 她投奔罗大佑 搬进了她的花园洋房 开始了同居生活 一直以来 李烈都期望找一个 如父亲般爱她 疼惜她的男人 恋爱的前几年 她和罗大佑各忙各的 难得见面 爱都来不及 根本无暇 顾及对方的缺点 可同居一后 李烈便发现 要像个孩子 需要她处处迁就 照顾 罗大佑这种猜字型的男人 多少都有些 常人难以理解的吃与癫 两个人生活在香港时 罗大佑曾一度痴迷于水族 于是她便整天泡在水族馆里 后来她又在家养鱼养水草 最高纪录家里有九个水族箱 而且她还有两个超大型的 可罗大佑的狂热 就像是挤一封咒语 来得快去的也快 没了兴趣 她就弃之脑后 留给李烈来善后 不仅如此 罗大佑还有很多的原则 而且还会清清楚楚的告诉身边人 如果你明知故犯 那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此外 罗大佑还有听音乐入睡的习惯 睡前她总是 把歌剧魅影开到最大声 李烈提出抗议时 她就会生气的回答说 如果我一个人生活 就没有人管我了 罗大佑不能迁就 她只好自己迁就 后来竟被训练到 音乐再大声 她都可以安然入睡 几年的偷居生活过后 李烈发现 她并不想和这个男人相伴一生 正当她心生离异之际 罗大佑父亲病重 李烈不忍心 此时弃她而去 于是她选择留在了罗大佑身旁 陪她度过这一段难熬的时光 她安慰她 照顾她 分担她孝顺父亲的看护工作 一直到罗父去世 罗大佑自小与父亲感情甚堵 父亲的离世让她备受打击 一时间身边特别需要一个亲人 于是罗大佑就向向列11年的李烈 提出了结婚 尽管婚前李烈就觉得有问题 很多感觉都磨损掉了 但回想起曾经幸福的点点滴滴 她依然决定仪式 结果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零九个月 两个人就走到了非三不可的境地 至于两个人离婚的原因 李烈含泪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从亲人夫妻 到发现她像我的孩子 我们一起走过12年 到后来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两个人 几乎不再说话 我知道自己再也待不下去了 婚变后罗大佑去了北京 创立了个人音乐工作室 历史罗大佑把北京视作她音乐之旅的终点 新时代的起点 在这里她创下了台湾音乐人 在中国大陆发展的最高峰 此时的罗大佑在事业上春风得意 在情感上却是心灰意冷 她还曾公开表示 这辈子不会再结婚 谁料 不久后 罗大佑遇到了一个小他13岁的 圈外人 Alan 这个女人与张爱家里列相比 可以说是平平无奇 但在罗大佑的口中 她却恰到的好处 正是这份心安 让她再次想要定下来 并于2010年 与她在巴黎岛注册结婚 婚后 Alan说想要一个孩子 没想到 一向主张丁克的罗大佑 竟松口同意 最终通过人工受用 罗大佑在58岁那年 迎来了一个女儿 自此她生命中 所有的女人都黯然失色 她无数的原则也被打破 一向都需要 别人迁就照顾的罗大佑 学会了如何迁就人 照顾人 曾经桥奥不驯的老小孩 变成了一个拿着书包 温情地注视着孩子的女儿奴 女儿的到来 给罗大佑的人生 疑似彻底的颠覆 甚至让她觉得自己再次行身 又迎来了生命中的清晨 罗大佑一生意义而为 一味地向身边的人索取爱 到老来 终于有一个让她 不顾一切去爱的人 其实真正的快乐不是付出 而是生命中有一个 让你心甘情愿 为之付出的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你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